作为后三国时代最强的割据势力,北齐在前期是最有希望一统天下的,奈何北齐开国两代帝王高成和高扬,接连早死,未能妥善解决好北齐立国以来最危险的二元政治格局,导致皇室内哄频繁,国作二十八年却除了六位帝王。 如此内斗下,极大的消耗了国力,最终被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北州攻灭,徒留一个秦寿王朝的名号。 北齐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?很多人都以胡汉矛盾来渲染北齐的政治氛围,实际上北齐的主要矛盾是皇权内部的权力矛盾而非胡汉矛盾。 其中,高扬建立的叶成文官集团和原先晋阳的勋贵集团互相对立。 晋阳勋贵是高欢的嫡系,也是高欢赖以掌权的根基,高欢也承诺过给勋贵们良好的待遇,但勋贵却仗着地位胡作非为,贪污腐败, 在搞得东卫朝廷乌烟瘴气,有了先前的承诺,高欢自然无法亲自出手惩治贪污,这个时候就需要高承作为替身来执行这个职能。 高承成长的时候,接触的都是汉人文士,和晋阳勋贵渊源不深,而且也不怎么喜欢勋贵,对于勋贵的打击更是不遗余力。 武定元年,五百四十三年,整肃渤海高市,造成高慎的西奔。 武定二年,五百四十四年,打击怀朔勋贵。 武定三年,五百四十五年,诸沙尔诸文畅。 高欢无法做到的时候,由高承来完成。 史书记载,高承对这些勋贵老臣丝毫不讲情面,尤其是玉京等人,表面不讲情面, 实际就是对这些勋贵进行压制,框正风气,至于高欢则畅白脸,趁机收买人心, 但也只是坐姿态而已,并没有实际干预。 而在压制勋贵期间,高承作为高欢的替身,压制勋贵的同时,也组建自己的班子。 这就是汉人文臣,毕竟高承已经彻底得罪晋阳勋贵, 为了自己日后的统治便利,必须另外安排自己的班底,策划接班的策略。 通过这些事,既历练自己的手段,又树立自己的威信, 至此,夜城文官彻底登上历史舞台,高承和高扬时期二元政治格局就此出现。 不过因为高承对于勋贵的过分压制,甚至还加大文官掌权的比例,导致勋贵极其不满。 如果高承继续推行这样的政策,勋贵的权势只会越来越差, 他们自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地位。 不论是侯警反叛的时候,勋贵们要求杀崔仙。 还是高承死后,勋贵们欲清洗文官集团,背后都是夺权, 想要继续稳固晋阳勋贵的地位而已。 高承病逝前,晋阳勋贵掌权人士骤降到40%左右, 河北物宝淡出权力,而朱渝部早已处于权力边缘,基本不掌权。 这些空余的权力都被高承嫡系文官所掌握。 如果高承继续活着,北齐内部自然会迎来一场争夺权力的政变。 靠着叶城援修组建的十万大军以及段韶、高越等优秀将领, 缺少大义的晋阳勋贵如果无法一击必杀,后面就是高承的全面出击。 结果就是,肃清整个晋阳勋贵,日后的北齐也会迎来彻底的一元集权。 如此一来,本就强盛的北齐就有机会一统天下。 但随着高承被刺,一切又发生了大的改变。 高扬虽然继承了高承的文官系统,但说到底,这个系统并不是自己亲手组建的。 而高扬对于晋阳勋贵的厌恶也没有高承这么强烈。 毕竟高承的手段很直接,就是全面压制,除了段韶,其他勋贵都可以不存在。 而高承也是少数掌权后基本不去晋阳的高家人。 但高扬的手段就相对柔和了起来。 首先,就是篡位称帝,自己权威不足,叶成文官在东魏并不得适。 他们也想借着篡位增加自己的政治地位,对抗晋阳勋贵。 而晋阳勋贵却并不乐于接受这种局面,以楼太后为首的勋贵了进行激烈的反对。 事实上高扬称帝并未得到晋阳勋贵有力的支持。 他们不过是被高扬打了个措手不及,最后被迫接受既定事实而已。 同样他也意识到晋阳勋贵对北齐政局的影响。 他无法和哥哥一样彻底撕破脸,只能靠一些小手段来消磨勋贵,处子杜毙,彭乐。 安排胡绿金养老,其他勋贵也是给个虚高的位置慢慢削弱,柔和且保险,就是花费的时间长而已。 这也是高扬的无奈,毕竟楼太后是自己的母亲,而且还不支持自己,只能慢慢来。 如果能磨到楼太后去世再处理也行,因此高扬称帝后,前期历经图治,就是为了日后未解决薰贵扫清道路。 但可惜,楼太后高寿,而且北齐长期积累的二元政治格局始终得不到解决,只能借着发疯的名义为自己儿子扫清道路。 北齐天保五年,554年,魏叔修成。 高扬看后,道习一口凉气,毕竟对于他来说,最大的希望就是王朝可以存在千秋万代,身为开国皇帝,自然更加看重。 当年北魏是如何强大的,但君王早逝,四军又小,太后临朝,外戚干政,宗室篡权,请客间让北魏土崩瓦解,如此邪淋淋的教训,不得不让高扬引以为戒,自己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。 现在外有强敌环似,内有离禅代未远,暗朝涌动下,危机四伏,稍有不慎,九万劫不复,自己的太子高音才不过十二三岁,虽然尽心培养,但如何在这尔虞我诈? 你死我活的险恶竟得存活下来,与其让儿子将来受煎熬,不如自己先快刀斩乱麻。 第一刀斩杀,对前朝余孽心存幻想原位宗室,整整七百二十一人,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杀掉,这里面还有不少熏贵根源。 人士同婚,趁机可以清除一下。 第二刀就是皇后李祖娥,李祖娥身后有赵郡李氏柏林崔氏两大家族,这两家人才济济,完全有资格成为干政的太后,为了儿子,挥刀斩皇后。 第三刀就是宗室亲王,北齐的宗室帝谁可做周公,众兄弟谁是元鱼,谁是元邪,谁又是元义。 高雁能力出众,甘愿当周公吗?为了军位继承,他杀害兄弟高俊、高焕,但自己的亲弟弟高雁,因为楼太后的存在并没有行动,这也造成日后高雁废了自己的儿子惨剧。 说实话,高雁政变背后是楼太后极先卑勋贵的意思,高杨深知自己死后会面临这些问题,对待元氏以及不甚重要的人,他大可以一杀了之,但是对于反对他的母亲和兄弟,他很痛苦,无法解决,只能临死前要求自己弟弟不要杀了自己儿子。 天宝十年,559年,高杨并逝,太子高音继位。 虽然有众臣杨殷等人的辅佐,奈何抵挡不住晋阳勋贵对权力的渴望,次年高雁就在楼太后及鲜卑勋贵的支持下废杀高音,自己称帝。 这次政变也开启了北齐帝国皇位兄中帝籍的先河,也代表了晋阳功勋暂时取得了对夜城文臣的压制,也代表了从高城时代开启文质路线的终结。 皇剑二年,561年,称帝不到二年的高演,坠马,重伤而亡。 他也明白,既然自己可以杀之夺位,自己的亲弟弟高湛也会有样学样,为了避免自己不到十岁的儿子高百年被杀。 主动将皇位传给自己弟弟高湛,可惜高百年还是被杀。 这次政变并没有高演那次激烈,但却让宗室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,为了防止其他宗室有样学样,高湛继位后开始大肆屠杀宗室大臣。 独死四兄平阳王高烟,沙高成长子高孝宇,三子高孝宛等等,蓝陵王高孝冠等等。 说实话,到了高湛这里,其政治能力和手腕已经远不如自己的兄长了,而且其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的能力并不强。 即位开始后就开始拉拢晋阳勋贵,互相联姻,互相牵制。 本来在高阳时期养老的胡绿光一族开始与皇室联姻,一门一皇后,二太子妃,三公主,尊崇之圣,当时莫比。 天统四年,五百六十九年,高瞻病逝,太子高伟继位,嫡次子高衍不满,在夜城部分人的支持下,攻入皇宫,打算武力夺取皇位,随后高成的两个儿子,广宁王高孝衡,安德王高延宗听闻后,也打算奋一杯羹,要不是胡绿光的秦王,高伟差点就落得和其他堂兄弟一样的局面。 可以说,自高阳病逝后,北齐皇位的每次继承都会面临宗室大臣的参与,也因此,新皇继位后总会视宗室为大敌,先除之而后快。 北齐皇族内斗的根源就是夜城文官和晋阳勋贵的权力斗争,尤其是高阳死后的权力继承,太后老妈娄太后为了晋阳勋贵,悍然支持自己儿子,对于孙子则视而不见,最终造成了北齐日后严重的宗室内斗。 说实话,要是楼太后在背后支持孙子登基,北齐也不会如此动荡,接连几位的几位皇帝一个比一个短命,居然没有一个活过三十五岁,且一个比一个闹腾,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 北齐城光元年,576年,北齐被北周所灭,距离高阳去世不过十七年,距离楼昭君去世不过十四年。 北齐城光元年,四年翻译君 北齐城光元年,四年纪念念眼 北齐城光元 北齐城光元年,四年紫念念眼